好 接下來看到陸軍裝甲564旅高雄阿聯天山營區 昨天下午是發生了戰車撞傷士兵的意外 那造成了二十三歲的馬姓下士 他的背部跟腹部重傷 送醫急救 那軍方晚間就表示馬姓下士開刀 摘除了一顆腎臟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好 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就表示 所屬五六四旅的戰衣營 昨天下午執行例行性裝備保養 的時候是擔任戰車引導勤務的馬姓士官 不慎遭到戰車擦撞 那造成了腹部跟背部受傷 那經過送醫急救後 目前意識已經清楚 已經正在治療當中 那第八軍團就表示 單位獲報之後是立刻派高階幹部 前往協助處理 並且組成專案小組展開調查 並釐清趙英 那另外也通令各單位全面加強 防險教育 並且要落實幹部督管跟風險管控 要來確保行動安全